这些店的魔咒持续在半导体族群当中发威 风测龙头2325的戏品 昨天在法说会当中所公布的第二季获利 还有第三季的营运展望 都是双双低于外资圈所预期 影响所及就牵动了包括了摩根大通 花旗环球 发银巴黎证券 元大还有凯基投顾等等 五家的内外资券商 投顾是同步调降了戏品的合理股价预估值 也由于法说展望堪率 细品在美国的ADR清晨收盘的时候 暴跌了9.61% 跌幅是非常的惊人 也可以预期到的是今天台股开盘之后 细品股价的表现恐怕将会受到重击 而元大投顾半导体分析师陈志余指出 细品投资价值已经接近底部了 只是对于国际机构投资人来说 是不是愿意花时间来等待 因此建议先将资金部位 从细品跟月光转进 同样是风测族群当中的历程 还有金元电 以及在PCB当中的龙头 2313的华通等等的标的 而细品第二季每股获利1.18元 虽然说是优于外资圈 预估平均值的1.04元 但是营业获利35.96亿元 却是低于外资圈 预估平均值的38.52亿元 至于第三季的营收预估 将下滑7个百分点到12个百分点 这个部分更是远低于外资圈 原先预估平均值 是会成长9%的幅度的 而外资圈认为说 营运展望的差距 已经超乎可以接受的范围了 那么外资圈所下修的 细品股价的合理股价预估值的幅度 也是非常的惊人 以摩根大通 花旗环球 法银巴黎证券 还有元大投顾等券商为例呢 便分别从原先 这个合理的股价预估值是42块 64块 50块跟54块呢 都纷纷调降到了39 53 40 以及40块钱 那么其中投资平等是买进 跟中立的合理股价预估值呢 分别是大约在50跟40块钱 而这次呢 也将细品合理股价预估值 调降到了38块钱的 凯基投顾半导体分析师刘明龙指出呢 早在2330台积电的法说结束之后呢 对于接下来的半导体族群法说会的内容 其实早就已经在心里有底了 其中又以Android比重比较高的细品的 波动幅度会比较大 刚才追踪